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9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昨天深圳突然間再爆發疫情 昨天新增了11宗本土的武漢肺炎確診個案 其中包括9宗確診 兩宗無症狀感染 當局發佈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包括 停運了24個地鐵車站 盧區、福田區 全區實施管控措施 我們昨天 其實昨晚收到大陸的網友給了四條片 四條片 還有九張相 這四條片和九張相 其實 顯示到整個深圳 只要是南山區、福田區、盧區 在大大小小的小區 全部起了鐵線網 一夜之間 現在整個深圳 主要是這幾個大區 好像變成新疆 他們每逢一個小區 即是屋苑 可能有十座大廈 他們在一個閘口 裝了一個閘機 閘機跟居民證 結合了 黃馬 雜區就不可以出去 如果外面有黃馬 當然是紅馬更加 現在整個小區 好像一座監獄 以往 有人想是小區 現在不是 現在連街道都起了鐵絲網 每一條街道都有鐵絲網 所有人員出入 全部好像坐牢 只是發生了十一例 只是發生了十一例 深圳已經變成新疆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說 現在深圳發生的事 我們稍後也會把影片放在網上給大家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這幾條影片 我們也看到了 深圳的街道 全部起了鐵絲網 原來據說他是一夜之間起的 即是前晚知道有事了 早上有人說起床 周圍都是鐵絲網 鐵絲網上面繞了圓圈 有刀片 在部分的小區 大一點的小區 鐵絲網 還通了電 好像駐羅紀公園 深圳新增病例主要是來自福田區 以及羅湖區 深圳地鐵發布營運公告稱 由今天起 29日 深圳羅湖區福田區兩個24個地鐵站 暫停營運服務 雙方向列車 是不停站通過的 具體恢復時間要另行通知 在巴士當面 當局今天 一年四天 對途經福田 福田區元嶺 華強北 南原街道 羅湖區桂園 筍江南湖街道的巴士路線 停靠點 臨時調整 途經以上區域的站點 那些站全部都要跳站 即是飛站 暫停營運 受影響的巴士站是335個 羅湖和福田區今天一年四日起實施全域實行管控措施 包括批發市場和卡拉OK等密閉場所 暫停營業 暫停堂食 開展全員核酸檢測 實行一日一檢 此外 由今天起一年四日 羅湖區桂園街道 南湖街道 筍江街道 以及福田區的圓嶺街道 華強北街道 南湖街道 實施 這個更加嚴格的管控措施 其中包括做到足不出戶 嚴格居家 每戶每兩天可以派一個人出入卡 以及24小時核酸陰性證明 外出一次買生活必需物資 所有企業原則上一律居家辦公 暫停生產經營活動 保障基本需要以及生活超市 藥店 醫療機構 餐飲 只做外賣 以及其他營場所 門店一律層業 餐廳全部只做外賣 其他的大部分店舖全部都不開 當然 醫療 超市 這些生活必需品 就可以開 這件事 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 大陸 已經是變成了一座大監獄 已經在深圳 超超地起好 當時香港有座新屋嶺 跟著在新屋嶺旁邊建了新屋嶺 新屋嶺 新屋嶺未建好 深圳已經變成了新屋嶺 大陸你不能夠不佩服它的效率很高 它可以一晚 將兩個 那麼大的區 尤其是南山區 福田區 南山福田區 盧區 周圍都蓋上了鐵絲網 鐵絲網很高的 超過兩米 然後加上那個圈 那個轎圈 就怕你爬過去 裡面還有刀片 我們看的影片其實也挺恐怖的 恐怖程度 是十足手在拍這些恐怖片 一模一樣 那麼究竟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 它是要控制人流 還是要控制這個地方的疫症呢 我相信 跟疫症沒有什麼大關係 真正要控制疫症 不是這樣控制的 其中一條影片 看到居民出入 跟防疫人員發生爭執 有些人就 有些皇冠 不讓出不讓入 到了昨天 入夜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拍卡 看到那條影片 入夜的時候 全部的人都要拍卡 如果皇馬 當然被人擋出去 也挺麻煩 在街道上面 我們看到這條街道 所有的店舖幾乎都沒有開 有的士 店舖全部都沒有開 但一夜之間 全部 這些鐵網 還有電網 原來 是在街道通電 你不要想著亂走 走 你也沒有辦法進去 出去的人也不回來 然後 有些街道 應該是 內街來的 但兩邊 都安裝了 然後每一個小區 每一座大廈之間 全部都安裝了 即是大廈和大廈之間 沒有辦法互動 一條街裏面也要把他劏開兩邊 我們看到 為甚麼大陸要做到這樣呢 其實也挺恐怖的 這個是完全把那個人員隔絕的 你沒有辦法跟別人的互動 互動 不單止沒有互動 基本上他想 怎樣就怎樣 這個其實是 監控人民的一種手段 你把他分開 像養豬養雞一樣 隔開 隔開 首先 以往養豬養雞 就是防止動物互相打鬥 但是人就不同了 人就有機會起來造反 動物就不會一起造反 亂群就是對抗農場主人 養老虎獅子 但是 養雞 養豬是不會的 現在 他們就是用這種方法隔開你們 使得你們沒有辦法聚咒在一起 接下來 就算有甚麼大型的活動 民變 其實共產黨最怕民變 我認為這次他的舉動 是完完全全 防止 你在做這些事 你不要打算上街 上街沒有機會的 有甚麼爆發也好 你也上不了街 因為 街道辦的人 或者那些防疫人員 就會阻止你 大陸的防疫極端到很奇怪 我們看到有條影片 拍到一個男人 沒有戴口罩 一大群防疫人員衝過去拳打腳踢 然後把他壓低了之後 還要踢他的頭兩下 然後那肥子 忍不住回頭 跪頸 他做了甚麼呢 他只是沒有戴口罩 要跪頸 你想一下 現在大陸 其實 好像這個情況 比香港的不枉多樣 好像比香港更可怕 昨天我聽到有朋友說 他爸爸想回大陸 自家遊 希望他不要自家遊遊 被人抓了下車跪頸 因為大陸 原來有些地方叫釣魚執法 甚至乎是屈來的 為甚麼呢 他 另一段影片 看到一個年輕人 就被兩個人抓住 強硬扯了他的口罩 然後就說他不戴口罩 要拘捕他 雙方扭著一團 但是兩個打一個 然後這段影片就拍不到 因為沒有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的大白加入 加入戰團 打了一份 大陸 我們看到現在小小事 就用一個這麼極端的防疫 好像越來越誇張 深圳 這個效率真的一夜之間 到處都起了鐵絲網 我收到昨天晚上的影片 我也打算把它 怎麼剪輯 但是 我覺得因為那些影片 也挺短的 可能明天直播的時候 我們就把影片播給大家看 把照片播給大家看 可能大家就會覺得 我本來打算明天做一次 但是 現在深圳那邊 朋友通知我好像很嚴峻 現在香港 爆到九千多宗大爆發 深圳自然也是啦 始終兩地有少少流動 怎麼也能交流 怎麼也能交流 會不會 停這個關 會不會到時封了呢 這個我就不知道 不過 即使將來日 疫症減緩 其實這些 監控措施 這些管理人群的措施 也不會取消 永遠永遠在 即是說 這些設備 這些防疫措施 隨時可以用回 隨時可以啟動 每一個活在中國的人 你就可以坐緊檢 隨時 好像假設一樣 你要進回去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支持龍浦哭 免費模式 大家共度時間支持我們 拜拜 大家看到了 我們下comp 張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咨子跟我們下咨子 要拿去